我剛才舉他兩個案子太好了 美和事是臺北市民的痛 那時候日生生這個案子 柯文哲那時候是怎麼罵好龍兵的 把好龍兵罵到 我坦白講 我那時候如果你聽 柯文哲在選擇說講好龍兵的美和事 應該要槍斃的你知道嗎 後來那個處長 被用圖利沒有金流 被判十年 李肅德是馬英九的親信 那個大巨蛋案圖利被判了九年 那回到這個案子 剛才黃帝穎這個大家好朋友 他列了好幾個文書 其實我坦白講 有兩個大動作三件事情 你就可以大概看到司法檢連的新證 我們沒有證據沒辦法說 我們只能從行動來看 他們代表什麼意義 兩波大搜索 兩波大約談 通常第一波搜索約談號後 那個案子大概就開始一個一個要問了 要對了 沒想到隔了兩三個禮拜 又有第二次搜索二十九個地方 約談了十個被告六個證人 那代表的是這個案子在第二波的時候 我的判斷是往另外一塊走了 這一塊可能跟豬雅虎 這個豬油仔去送錢 印小微去送錢 送的那個level有關 那個level大概都是市府局處 或相關名義代表 第一波的大搜索 大概是鎖定了柯文哲跟身邊的人 那三個裁定 律師來了 三個裁定 其實我去推測新政不見得正確 代表法律人可以講 第一個柯文哲是首都市長 第三大黨黨主席 手上還有八個現任立委 現任立委 還有一個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你要動他 坦白講 簡聯也是人 你要動他之前 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 不然你一千扣不死 再來就中你倒楣 所以能夠把柯文哲列被告 去他家搜索 去他辦公室搜索 你的手上大概要有十二 一百趴的話 要一百二十趴的信心 你才敢動 這個是簡聯隊 特殊人物在動之前 再來你要請那些搜索票 約詢 法官要准之前 一定會問說 你有辦法嗎 你這東西證據是真來假的 一定要確認 所以這第一個新證 顯示當時的檢察官跟連政署 跟調查局 在發動搜索 以柯文哲為被告 要去他家 以前啦 要去他辦公室 你要不要十足以上的把握 否則你敢動 第二個 第二個法律的裁定 收押禁見 那個北院的第一個 吳寶請回 也認定 大家不要以為那個圖利就有二十趴 是八千多坪的地坪的五百六十趴 裡面的百分之二十 是九千多坪一百多億 這個圖利當時哪怕是把柯文哲 請回去的那個法官都認定 這一個是違法的 只是認為柯文哲好傻好天真 不專業 所以他不知道 後來抗告成功高院發回 然後接下來就裁定收押 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裁定就是收押禁見 你要裁定收押一個選過總統 好不好歹也拿了幾百萬票 一樣手上有八個現任立委 你要收押他法官 這邊來到法院了 法台北地院的法官要裁定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些證據看起來 涉嫌到底重大到 幾乎可以定罪 否則怎麼敢押 你要涉嫌 如果今天要押Grace的話 有三分證據就押了 不是啦 我們要司法公正 很公正 這很公正 今天要押Grace 你問民眾打 無姓 無姓 無姓女士 有三聲 這個涉嫌有一點鮮 長得太可愛 有罪嗎 槍斃啦 說謊 押起來 押起來 可是你要押柯文哲 這種政治性的重量級人物 我坦白講 司法還是有一些 他必須要慎重再慎重 所以這第二個裁定 第三個裁定 你知道我們臺灣民主國家 對於民權私權的保障 是寫在憲法裡面 財產不能隨便扣押的 扣押錯的要賠錢的 今天十月一號要去扣 京華城相關的土地 一百一十一億點七千零二十三萬 過六千元台幣價值的土地 你要去押的時候 法官也要看一看 你要勸 你的押錯的話 以後要賠的 利息算五趴 你知道那要賠多少錢 所以一定有充分的市政 顯示那叫做犯罪不乏所得 不押起來恐怕會有侵犯公益法益之嫌 才會押 才會扣 否則他要給我扣呂家凱的房子 呂家凱喔 好啦你交個三分之一 我就把它扣起來好了 可是如果呂家凱改成名叫呂家成 那我就要研究一下 這扣起來要相當的充足 吉祥不一樣 跟你講裁定的分量是不一樣 所以這三個裁定 你看得出來從檢聯到法院的法官 到扣不乏所得 他產現的一個新證就是 我幾乎可以認為 這一件貪污案 哪怕是用圖利 那個第六條 定罪率幾乎是極高極高了 定罪率要極高極高 否則不敢這樣才定 那這裡面就有牽造幾個 我們大家要注意的 金華城這個案子 在二零二二年的十月份動工的時候 也是柯文哲的好朋友 星光集團有辦了一個銀行連貸案 一百五十億 我剛才特別去查 銀行連貸會做什麼動作 當你的擔保品的債權受清損的時候 他會要你補擔保品 如果擔保品的清損是無法恢復的 會叫你把一百五十億還回來 不是停止撥款 這個不是抽銀根 不是 這就要抽銀根 不是 他是 我覺得情節跟我理解中 抽銀根就是我不給你錢 但是現在是 什麼不給你錢 把你的錢還錢 我用舉桂牙例子 我今天借桂牙一百萬 後來聽說桂牙被抓起來了 我去你家暗店 你一百萬還回來 我覺得你身體整個都好衰 我在這邊聽他的歌聲夠久了 我現在被熏陶到被壞人了 好 我現在就是說 這一個當年二零二二二年十月份 星光銀行 主折銀行 他籌組了好幾家銀行 對 按照比例連貸了一百五十億 現在你的抵押債權有沒有被輕損 一旦被輕損 來來來 這百五元你現在不足了 請你繳五十億 那這一百五十億繼續犯款 如果你繳得出來的話 我覺得你的 有一種是說 不用這台車本來跌了二十萬 我現在撞到壁了 它的價值殘值沒那麼高了 你要補回來嘛 這是一種 它這個不是 它這一個是法院查扣之後不得處分 不得處分的意思是 不得買賣 不得過呼 不得貸款 不得 不能做任何的移動的動作 到什麼時候結束 我不告訴你 百五月放著不告訴我 這個債權重大瑕疵 銀行如果不收回來的話 它怎麼對銀行股東交代 所以星光銀行的連貸銀行 它會旁邊的一起合作的 按照比例的都會敲碗說 要收回來 趁頂月還沒有倒 它還有一些資產 萬一收不足我還可以拍賣 所以這一百五十億 如果被鎖回的話 歸金集團頂月集團 就要面對一件事情 你的自由資金能不能繼續蓋下去 蓋下去有沒有意義 你的股東要讓你這樣燒嗎 這是一件事 我最後要提醒台北市政府 我的老同事 這個蔣萬恩市長 台北市長說我怕賠國賠 所以等法院裁定了 我再來停工 請你回到基本的公益性 如果如果金華城這個 這一個金華廣場 得到了840%的容積率 是來自於不法行賄 或者不法圖利的所得 他多灌出來的容積率 社會成本是台北市民在繳 對市府來講還有一件事情 周邊的居民也想要有容積率 今天金華城灌到840% 他等於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邊的道路可容許空間 公共空間可容許空間 停車空間 已經被金華城吃光了 所以住在金華城旁邊 包含徐姓立委 你們這些老房子 將來都更想要容積率 提升的時候 會因為這840% 你上不去 那旁邊的台北市民 他不乏所得 你讓他蓋完 結果我家在旁邊的房子 老舊住宅 符合為老都更 他真的符合的 他要求說我家也要840%的時候 你不能給他了 因為已經容積率灌滿了 道路塞滿了 停車場不夠了 所以台北市政府不停工 他侵害的是 周邊居民的合法權益 他侵害的是 台北市要付出的 公共社會成本